面对疫情 6个场景叫你回答跨境客户担心的问题 1.当前疫情仍在肆虐 当地时间1月30日晚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 世界卫生组织虽强调 不建议实施旅行和贸易限制 并再次高度肯定中方的防控举措 但是对于出口企业和外贸人来说 此次疫情无疑是一次巨大考验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影响 导致无法如期旅行或不能旅行国际贸易合同的 企业可向贸促会申请办理 与不可抗力相关的事实性证明 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小编整理了这份回复模板秘籍 希望能帮到你同舟共济阻击疫情 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 奥利给场景一 中国疫情现状是否持续扩散 是否已经控制国家或者平台 有采取什么应对措施等 所有涉及疫情的咨询 答 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最有力的措施 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到目前为止 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生活都是正常的 只有像武汉这样的少数城市受到了影响 我相信一切都会很快恢复正常 谢谢 场景2 卖家发货确认取消订单物流纠纷响应延迟 答 尊敬的客户 由于春节延长 我们的大部分员工都下班了 所以从PG的1月19日 至PG的2月18日 您可能会看到准备时间 取消时间 争议时间和订单 预计交付时间的延长 我们正在尽力尽快交付您的订单 赞赏您的理解 场景3 再发货疫情原因想要申请取消订单 答 Please note that there is no evidence indicating packages or their contents carry any risks of virus If you do not want to receive the order anymore will cooperate with elite press platform and relevant authorities 至于在中国意外的冠状病毒爆发 请参考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当局的官方公告 我们将密切关注这一情况 并将与速卖通平台和有关当局合作 附近这张图更有收服力场景4 但收获疫情原因不想要包裹了 答 Please note that the package of the order in transit and it could not be cancelled now If you do not want it You may try to return the package before its acceptance Beside Please kindly be aware There is no evidence indicating packages of their contents carry any risks